太阳很大,燃烧一万年了,它质量大,可是它表面积也大啊,为什么燃烧这么年没见变小呢? 这可真是一个脑洞话题,太阳烧了45亿年,居然还有那么大,那么太阳刚诞生那会是不是更大呢? 其实这都是对太阳燃烧原理不了解所致,根据累日天体的一般发展规律,未来的太阳将会越来越大。 这是太阳的分层结构,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,太阳就是一个燃烧的大火球,其实此言差矣,太阳真正燃烧的并非表层,而是处在日和中央的小部分区域,大约在四分之一太阳半径内。 在这个区域内,每秒钟太阳将有超过6.5,一吨的氢元素,转换成氦元素,将会产生400至450万吨的质量亏损。 通过辐射以及对流传导到太阳表面,太阳的质量高达1.9891,10的30次方先刻,那么您是否可算出太阳的寿命了呢? Y等于1.9891,10的30次方,千刻6.5亿吨,等于9701036841899.86年。 约为,970亿年,当然没有扣除纯氢元素比例,和固态内核质量,但即使扣除也是几百亿年,是不是远超未来太阳的预期寿命? 因为根据类日恒星的模型,太阳未来只有50亿年的寿命,和预期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 以上的处法的前提是整颗恒星都在对流层调控之下,内核聚变后的灰烬可以排出,外界的氢元素,可以对流到内核参与聚变。 最终整颗恒星的绝大部分氢元素,都将彻底燃烧,但这是红矮星的模型,80%太阳质量以下,因此寿命极长。 但80%太阳质量以上的恒星,在内核与外界对流层之间,存在一个辐射层。 而这个辐射层的存在,犹如将太阳缩小成了一颗小恒星,将太阳的有效燃料,封闭到了辐射层这个小区域内。 但这样也就算了,还会导致另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,就是燃烧后的废料氦元素,也堆积在这个区域内。 越来越多,氢元素越来越少,内核将会将没有足够的辐射压支撑外层。 在后期外层巨大的质量,将会塌陷到内核,这个关键的过程,将会点燃内核氦元素,迅速燃烧的氦元素,犹如一次迷你的超新星爆发。 这个剧烈过程就是氦闪,在太阳的后期氦闪,就会越来越频繁,外壳也会在氦元素燃烧的超级辐射,压下极度膨胀。 这就是太阳越烧越大的原因由来。 但太阳不会永远大下去,越来越大后的外壳,将会逐渐脱离太阳,成为行星状星云。 太阳的未来就是这副德行,它确实会变小,但它在变小之前会先变得超级庞大,甚至可能先吞了水星和金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